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. 将滤纸对折后 再将两边向外对折 4. 将滤纸裁切边放入装油水的玻璃培养皿中 水雾超过所化的线 观察其结果 想一想 由黑色颜料的色层分析 可以看出其主要是由拿几种颜色的颜料所组成的呢 答 由结果可知 黑色颜料是由洋红 电青及黄色颜料所组成 各家厂牌可能会略有不同 请依实际结果填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